你起动了舞啊 送走灯会台南将迎接 风鸣全球的街头行动艺术 红球计划 由业者顺着风向 推出主题套房抢商机 红球板桌上型篮球机 墙上地毯棉被也都红一片 俯城观光旅游持续发烧 根据交通部旅速网统计 台南在2023年旅速业 逼近850家是6度之冠 走出疫情阴霾 全台国旅房价更是节节攀升 根据最新数据统计 去年2023年观光旅馆业 平均房价为4660元 相对2022年增加465元 成长约11.08% 这多一两千是可以的 蛮贵的 如果是大城连加航空的话 再配上比较便宜的饭店 其实那个相对比起来 会比台湾再便宜一些 不过旅游业者也很冤 房价调涨不是没有原因 我们也没有账到很多啊 包括像员工的薪资 包括我们原物料的费品 等等的成本都有提升啊 所以会 如果说会有 搞出平均房价会有上升 就是相对应的啦 因为成本升高 观光旅速业 只能直接反映到国旅房价 交通部长王国蔡表示 会在和业者协商讨论 现在就是兼离风差很多啦 如果年底冲到1200万 把离风的这个房价 把它的这个收入把它补了以后 那你树叶如果他们的收入提升 也有盈余的时候 那我会跟他们讨论 整体的成本都在上涨 所以呢 这个要回去到以前的这个消费水平 几乎是不可能 全球通膨 掌声不断 国旅房价节节升高 恐怕难有回头路 华语新闻成员为阳格 撞平达台南参谱啦 请订阅 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